董卓被杀后,王允便开始掌管朝政 那么,他是如何处理董卓部下的 梁州兵又是如何攻陷长安的呢 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 王允举妻不定,即汉先帝刚出虎穴,又进狼窝 董卓被杀后,王允鞠躬自傲 一改往日谦虚谨慎的作风,变得骄傲且自负 有一次,大臣们在王允的家中喝酒 说到董卓被杀的时候,蔡庸便叹息了一声 然而,他的这一声叹息却让王允大怒 立即将蔡庸关入了大牢 大臣们极为震惊,纷纷地给蔡庸求情 但都被王允驳回 此时,蔡庸正在续写汉史 他请求王允可以给他的脸上刺字 或者砍断双脚,只求留他一条性命 让他把汉史写完,但王允依然不答应 太尉玛密迪亲自前往王允的府邸 告诉王允,蔡庸是难得的矿石奇才 应该给他个机会,让他把汉史写完 没想到王允却说,汉武帝当年没杀司马迁 结果让他写成了史记那种棒书 现在,国士衰败 难道让蔡庸也像司马迁那样 毁谤和污蔑天子吗 此话一出,马蜜迪彻底无言了 在王允的口中,连史记都成为棒书了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他走出王允的府邸,对等候他的众人说道 就王允的这种作为,恐怕他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说完便摇头叹息而走 不久后,蔡庸惨死于狱中,终年61岁 这一年,他的女儿蔡文基年仅15岁 蔡庸死后,满朝的文武大臣和士大夫们 无不感到伤心和失望 接下来,王允要面对的最大问题 是如何解决董卓的旧部 董卓虽然死了,可他的梁州兵还在 而且梁州兵是董卓的嫡系 不仅战斗力极强,还对董卓极为忠心 所以,梁州兵处理不好 是很容易再次发生动乱的 与部提议,应该将董卓的旧部全部诛杀 以绝后患 可王允不同意 他说,罪行都是董卓犯下的 与他的部下们无关 于是,他与世孙瑞等人商议后 决定以皇帝的名义赦免董卓救部 然而,赵书刚准备发出 王允就后悔了 他觉得,董卓的部下 是受董卓的裹挟裁犯的罪 因此,他们是无罪的 既然无罪,又何谈赦免呢 如果给他们强加一个罪名 然后再赦免 只会引起他们的恐慌,适得其反 所以不能赦免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虽然他们是无罪的 但是火烧洛阳,残害百姓又都是事实 如果赦免了他们 袁绍等关东军肯定也会不满 所以,既不能剿灭,也不能赦免 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自行解散 这样的话,既不得罪梁州兵 也不得罪关东兵 岂不是两全其美 可是,有大臣就提出质疑 他们除非迫于压力,要不然怎么可能自行解散呢 可是,如果让朝廷派兵威胁 朝廷所能控制的兵力基本都是董卓旧部 所以,只能让关东兵前去 可梁州兵与关东兵水火不容 到时候,只会逼着他们反叛 所以,让他们自行解散是不现实的 这时,又有大臣提议 可以让黄辅松去担任他们的统帅 这样,他们既不用解散,也不会反叛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王允听后也觉得可行 一方面,黄辅松忠于朝廷 不用担心他会拥兵自重 另一方面,黄辅松统兵有方 只有他,能震得主梁州兵 的确是个好办法 可是转念一想,他又觉得不对 如果这样的话,梁州兵的问题解决了 可是黄辅松率军驻守在险要之地 关东兵就会感到压力,怀疑朝廷要对付他们 这样就得罪了关东兵,所以也不行 于是,左也不行,右也不行 董卓救部的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来 可是,王允不着急 梁州人可心里没有敌 不多时,民间就谣言四起 说王允正在预谋,准备杀光所有的梁州人 这下,梁州人人人自危 身处关中的梁州将领们 开始拥兵自首,并秘密联络 准备对抗朝廷 这时,王允终于拖不下去了 让吕布派人先去解散 驻守在陕县的梁州兵 于是,吕布就派出李肃 拿着皇帝的诏书去缉拿牛斧 并解散他的队伍 牛斧是董卓的女婿 此时,郑率兵驻守在陕县 他手下的将领李绝和郭斯等人 则率兵前往忠牧县 攻打朱骏去了 他们和吕布都曾经是董卓的部下 可吕布的部下大多是兵州人 所以,吕布杀害了董卓后 梁州兵和兵州兵也就水火不容 结下了深仇大恨 听说李肃前来解散他们 那就辛仇旧恨一起算 他们不但不奉照 还发兵攻打李肃 李肃不敌,连忙退走 至此,牛斧便与朝廷彻底决裂了 可是,他虽然打退了李肃 但害怕朝廷发兵讨伐 心里没底 惶恐不安之下 他就经常惩处士兵 导致士兵们也开始惶恐 陆续有人开始逃跑 一天夜里 准备逃跑的士兵 被执勤的士兵发现 于是双方大打出手 睡梦中的其他士兵被朝醒后 也加入了混战 于是,营中大乱 分不清敌我 开始自相残杀 牛斧剑控制不住 只能带着所有的财宝 率领着五六名亲信 北渡黄河而去 李绝和郭四听门后大惊 连忙赶来支援 可等他们到达后 却得知 牛斧的亲信剑才奇 为了抢夺珍宝 竟然杀害了牛斧 还将首级送往长安邀功去了 全龙无首的李绝和郭四等人 惶恐不安 走投无路之下 只能给皇帝尚书 决定举兵投降 请求朝廷的赦免 王允得之后非常高兴 既然牛斧已死 那么剩下的便是些乌合之众 不足为虑了 于是他给李绝等人回复说 朝廷已经赦免过你们一次了 大汉王朝没有一年赦免两次的先例 所以不予赦免 你们还是自行解散吧 李绝等人心如死灰 万般无奈之下 也只能就地解散了 可就在这时 贾许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贾许是梁州姑丧人 即今天甘肃武威人 年少时 最有人认为他有张良陈平之才 董卓进京后 任命他为陶鲁校尉 之后便跟随牛斧进驻了闪现 现在牛斧死了 他的命运也就和梁州兵彻底的捆绑在一起了 他告诉李绝 王允想把梁州人赶计杀绝 如果我们就地解散 那么之后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把我们抓回去 既然左右都是死 那还不如率领大军去攻打长安 如果侥幸成功了可以征服天下 如果失败了 那我们就抢掠三辅之地的财物 还可以率军返回龙溪 众将听后申表赞同 于是李绝便开始联络各地的梁州将领 然后率军前往长安 王允得知后并不慌张 找来了梁州人胡文才和杨整修 让他们前去劝降梁州兵 可是他们见到李绝后不但不劝降 反而鼓动他们继续前往长安 王允见劝降不成 就召来了徐荣和胡枕 让他们率军前去评判 这两个人我们并不陌生 也都是董卓的旧部 一个是曾经战败过曹操和孙坚的徐荣 一个是在吕布的掺和下 败给了孙坚的胡枕 他们率军前往新峰 即今天临同区东北 在这里迎击梁州兵 结果徐荣战死 胡枕率众投降 之后李绝一边进攻 一边沿途收集梁州兵 等大军到达长安城时 已经有了十多万人 同时关中的樊丑 和李蒙等董卓旧部也赶来会合 共同向长安城发起了猛攻 可是长安城太过坚固 整整围攻的八天都无法攻下 正当李绝等人进退角色的时候 吕布军中的蜀兵竟然反叛了 他们打开城门 把梁州兵给放了进去 十多万梁州兵进城后 便开始大肆的屠杀 一时间哀好遍野 生灵涂炭 无论平民还是官员 借人就看 太常祝福 太普鲁旭 大胡吴州换 城门校尉崔林 岳其校尉王岐等人全部被杀 吕布健壮知道大势已去 率领着数百骑兵开始突围 当他们走到清索门的时候 遇到了王允 吕布让王允跟他一起走 可王允却说 皇上还年幼 只能依靠于我 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希望你出城后 能鼓励关东豪杰 一起齐来亲王 说完 他便扶着汉仙帝向宣平门走去 吕布则率众逃出了长安城 当王允带着汉仙帝来到宣平门的时候 李绝等人早就在这里等候了 王允怒问李绝等人 你们是为臣子 却纵兵互为到底想干什么 李绝则对汉仙帝说 陛下请不必惊慌 我们只想请问王司徒 董太师忠于陛下 为何无故被杀 我们此次前来 只想为董太师报仇 等事情结束后 我们就去庭位处受罚 现在请王司徒给我们个说法 王允无奈 只好下楼与李绝等人对峙 然而他刚走下来 就被梁州兵给劫持了 随后他们便控制了整个长安城 紧接着李绝以天子的名义 征召宋毅和王洪进京 宋毅是左平义太守 王洪是右服中太守 他们两人都是王允提拔的 因此要想斩杀王允 就必须先处理掉这两个人 王洪受到诏书后 太人对宋毅说 只要有我们两个人在 李绝就不敢为难王允 但只要我们进了长安城 必定是有去无回 所以不能去 宋毅却回复说 有皇帝的诏书在 君命不可为呀 王洪提议说 我们应该联合关东军 举兵清军册 只要关东军响应 我们就可以转败为胜 但宋毅执意不听 王洪独目难知 只能一起前往长安城 结果他们一进城 就被关入了大牢 随后 宋毅和王洪 王允及其家人十余口 以及私立校尉黄丸等人 全部被杀 从此 朝政便掌握在了李绝和孤四等人的手里 汉献帝才逃出董卓的虎穴 就再次进入了李绝和孤四的狼窝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下期再见